原标题 因勇猛刚强 攻马骁武 成为京城执金吴丁元的亲信 后来被董卓收满 卖主求荣 成为董卓的义子 三国演义齐吕布齐齿兔马 持方天及虎劳关前一人迎战关羽 张飞 刘备 好不英雄 天下无人能敌 这虽然都是小说家言 但吕布骁勇善战 无意高强道也是事实 你看 亨蛮强悍 屡历少比的董卓 他敢与之决斗 元树潜三万步骑而攻刘备 他敢率迁于步骑齿网救援 林长 原文射击 一箭而退强敌 他所以能在东汉末年的群雄定起中 享有飞将的圣名 所以能在民间得到人中有礼部 马中有赤兔的美誉都不是偶然的 可惜他有勇却无谋 他自己是个不忠不 孝之人 因此手下也没有忠诚的谋士 唯有一个陈公 刚直列状 智谋过人 但为吕布划策 吕布们不同奇迹 他没有忠诚的将士 唯有一个高顺 为人清白有威严 少言辞 将众整齐 每战必客 所将七百余兵 号为千人 名为县阵营 与步姓决意所为无常 高顺美见约 将军举动 不肯相思 忽有事的 动执言误 误使其可恕乎 不知其中而不能从 好谋士 他不能听 好将士 他不能用 最后剩下孤家华人 即便是力能刚顶 又有什么大用 他爱美女 爱得不顾一切 谋士可以不听 将士可以不用 唯独美女却不可一日无知 三国演义说 司徒昂允与美女貂蝉 行连还击 离见了他与董卓的父子关系 这当然也是小说佳言 但吕布与董卓的事必思通 孔师发觉 心不自安 以及董卓长小诗意 把手挤至吕布却世界 诸三国之位书吕布转的小说佳言 当意有所本 吕布不仅思通他老爹的势必 还勾结他部下的妻妾 他被俘以后 曹操论他 为什么打败仗 他说 他的爱朱江很好 可是朱江林吉却背叛了他 曹操当面揭露他爱朱江七的丑闻 并质问他 这算是对朱江好吗 他只好墨连不语 吕布一生的事业 他的心衰成败 大抵都与女人有关 他下决心杀董卓 与女人董卓的事必有关 他的将曹被杀 也与女人有关 他与曹操决战时 本来决定由陈公高顺守成 他则率精兵出城 去断曹军良道 这位强不是一条好计 但是他的妻子卫士 以儿女之情扯他的后腿 使他放弃了这唯一可能的字就知道 中至城破被杀 玉石巨坟 吕布在公元192年4月杀董卓 六月被董卓的就不赶出长安 以后南元树 北请袁绍 再走河内 又去衍州 刘备 取下批 占曹操 直到199年兵外被杀 这六年半时间 他跑遍北方大地流动的地区 含金陕西和南河北 山东 安徽 江苏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地盘 他以反董卓起架 打的是官军的旗帜 实际上比刘寇还不如 英雄记说 他的军队锁过路略 可见他是靠抢劫百姓生活的 后汉书说他难求元树的时候 元树待之甚厚 但吕布自是杀董卓 有的元氏 碎字兵超略 元树只好赶他跑 连到了人家的地盘去求人家 还改不了掳掠的习惯 可见这个军阀平时黑到了什么程度 这黑的结果是民心丧尽谁也不拥护的 这样的军阀除了灭亡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吕布的一生 叛丁元 叛董卓 叛元树 叛元少 叛刘刘备 虽然他不讲任何道德 也没有任何人格 早以为天下人所不齿 但他在被曹操俘虏后 却仍然厚颜无耻地要求曹操放了他 让他带领骑兵去给曹操打天下 毕竟吕布是一员骁勇无比的虎将 曹操有些犹豫 这时坐在旁边的刘队发话了 民工不见不知事 丁建阳启董太实乎 曹操领悟了 这才将吕布送上了断头台 一带尖雄至此烟消云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